最早一来就睡觉了 最早一来就睡觉了 不到一天就忙着 反正感觉挺累的 创业吧 好像压力大 熬夜正常对吧 丁哥 看看片子的片子就好了 来了 双几个地方赶了 赶了 这把那个片子夹了 这个 后台成功有粉丝说特别见兴兴 看点 好了 别跑着急了 明天还给我出来了 出门 去谈点事 到底要去呢 什么呀 我学习学创业的经验 认识 你要创业 走吧 哎 熊哥 我走看你天天就泡闷了 没见过你谈过客户啥眼 我今天见 谁呀 谁呀 你好 你在干嘛 不是你放号了 我两个号 你放谁呀 两个号 我谈客户去了 昨晚又熬夜不做了 对呀 创业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也得注意身体 你放心吧 我身体也强了 那你忙吧 你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 听见没有 好 拜拜 拜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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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说两点下班了吗 现在两点四十四了 哈哈哈 哈哈 给 水喝 嗯 他俩 你就把他俩当成空气 不当咋俩约会了 哈哈哈 最近工作怎么样 快不快了 不快了 以前期间呢 工作不太顺利 我跟你说啊 工作可以不顺利不快乐 但是身心要保持预约 懂吗 来 给你变魔术 举手 举高 举高 再举高 张开 送你两本美食的烟花 我跟你说啊 这烟花绝对比 尽管是什么 准备了 这是我最近工作很认真 很努力 领导就好像看不见一样 我在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呀 现在我觉得是这样 你所做的工作 可能短暂看不到成功 但是并不代表你不去进步 你应该放下你的懒惰 放下你的胡思乱想 继续努力加油 我相信你的努力 跟你的执着 还有你的梦想 永远不会被辜负 你像星哥相信你的 绝对你觉得OK的 好吧 星哥每次你说话都甜甜的 是吗 果然开朗 是吗 真不愧是你 其实你是个女生 我觉得任何女孩子 都希望有一个坚实的地方 可以依靠 真的 那你的肩膀记得我问一下 十分愿意 可以依靠 但是不能依恋 放心 很丑的俩人啊 你能我的 还是这么骚吗 咋的你嫉妒啊 我根本是来学习冲野知识之代的 不是看他一罐撒狗粮呢 那我们创业赚钱最终目的 不就是让女人围着我们赚吗 咋的你还要改变世界啊 我唾弃 你烧不起来 所以你唾弃 你知道吗 问你吗 哎呀 香菜咋的 你喜欢张百姿啊 喜欢呐 那我再拿我 现在那还等于张百姿 你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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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准 吃完饭后 我就送他回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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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小帅啊 拜拜 拜拜 我干啥呀 就你俩好像没看过 那点事啊 有些事情啊 是看过 但不要说 懂吗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个老变态 挧 launching 你变态 你变态 吹吹吹吹吹吹 变态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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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拍了一段 你又拍了一段 哎呦 我天 我烦死了 就是拍的正能量那种东西 又是正能量 我最烦的正能量 到处骗人就玩那种情绪化 最后还得来就是什么 老姐不是点红心吗 受不了大力 太情绪化了 就你们这些网红有一个算型 这次会有啥贡献 有贡献吗 有毛吗 毛都没有 你看你的史书 你要是看网红吧 你可以举报的 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你这评价是性格举报的 你知道我给他喜欢你吗 不知道 我觉得你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还不娇柔还不作作 这是我最欣赏的真的 我漂亮吗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你 反正你是长在我的审美上 对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我内容 其实我觉得吧 你吸引我的 不仅仅是内容 主要是你这个人 愿远气象 第一点 你不是一个装逼的人 我就很讨厌那些装逼的人 第二个呢就是你很有趣 跟你聊天什么的 让我很舒服的享受 我感觉出来 不管再怎么拘谨的人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你的眉间也就充满了喜悦 就像这样 心哥我想问你 那这么多 你是不是想问我 我喜欢谁啊 季仗闪闪 后来逃出去 到现在我发现我又得喜欢上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是想顺口吃吧 我没那么卧�ren 我跟你说 我的女粉本来就少 我很珍惜你的 我怎么敢顺你呢 那我还想问你 你最想我跟陶姐 我是想问你和娜姐 怎么了 这个问题谁让我都不会回答的 包括你在内 懂吗 谁都不会 好吧 这下一个精神吧 缺您的吧 缺您吗 不容易 你就是这个钱力红 你说过你咋不错 你稍微打扮一下就好了 你咋不错 我们乖 这多余 这B公司活到现在是不容易的 这啥也学不少我想 佳哥 别生气 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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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哥